俗话说,万病之源源于血,百病之游游于气,经络通百病消,血液轻炎如玉。 中医上讲,气不足则血不畅,血不畅则水不流,水不流则毒不排,一旦身体被堵住了,各种疾病也会随之而来。 可见疏通身体浴肌,肚色又多么重要,气度了,气郁,疏通吧,拍打扇钟,常常叹气,凶闷,发躁,烟雾有异物感,女性还有乳房胀痛,这倒多久是气郁了,生活中可以吃些萝卜,芹菜,香菜,柑橘,山芽,豌豆等,绑住顺气。 如果气郁明显,可吃上几回忠诚要交为小游玩试试,效果一般会不错。 沙中学,缓解心机,焦躁,位于两侧乳头正中间与胸骨中线的交接点,对情绪郁闷,心机,焦躁到有缓解作用。 雀赌了,雀瘀,疏通吧,柔暗和骨穴,皮肤一瘀青,脸上一生斑,牙炎一出现,舌头紫暗,有时雄类会感到针子般疼痛,小便烧气颜色深,皮肤还一干燥,这些都是雀瘀的表现,可用火血化瘀的食物来调理,比如银耳,木耳,黑豆,山楂,绿茶等。 还有重要的大蒜,可别忘了,中医认为大蒜性新闻,其所含有的大蒜素有化血液,扩血管的作用,被作为血管的清道夫,和骨穴,我血压,增强免疫力,先以右手拇指内侧横纹,对应左手虎口,拇指下压所按致处即逝,可以输压,解除疲劳,消除黑眼圈,眼部紧压,增进免疫力,提神醒脑, 还可以舒缓,肩进肌肉僵硬,湿堵了,湿血,疏通发,按摩足三里,有时遇到回南间,湿度过高,阴气过重,身上就容易出湿疹,风疹,挫疮,肢体湿不湿,有沉重,法力感,精神不振,老是睡不醒,这多事被湿血侵犯了,去湿本身并不难,平日不妨多吃点腺皮去湿的食物, 比如山药,白饼灯,红豆,印尼等,可很好的改善症状,足单力学,促进代谢,调理肠外,膝盖骨外侧下方凹肩往下约三只宽处,可以促进肠胃功能的恢复,促进代谢,还有摄身减肥的效果,热机了,热血,疏通发,按摩区持学, 一说有热毒,你可能想象不出什么样,但热毒毒的体内的症状却很常见,浑身发热,皮肤容易出现红肿热痛,容易起挫疮,全身关节及肉酸痛,这些都是热毒的主要症状,中医讲了,含着肉汁,热着含汁,有了热毒,那就是当多吃点含性及良性的食物, 比如莲藕,竹笋,芦笋,冬瓜,慈菇,慈瓜,黄瓜,苦瓜,柳菜,菠菜,馅菜等,另外,麻吉能清热解度,有清热利尿,辅助降血压的功效,配置以白果,蛋花,冰糖,有清润身体,预防热度感冒的功效,去持学,疏风清热,防吊发,在手肘关节弯曲高线处,有疏风清热的作用, 重排便,预防脱发,还可以肌肤循环改善,避免装沙,不含堵了,不含血,疏通吧,柔暗内关穴,过了一整个冬天,身体多少受了些寒气,如果受寒过重,堵在体内,就会伤及洋气,出现微汗腰冷,手脚冷,面色发白,容易拉肚子等,可吃一些小米粥,热汤来散寒,人喝了热汤以后, 会出一身汗,那么体表的寒血就会散了,这就和我们在刚刚感冒的时候,和白热浆糖可以出汗散寒一样,内关穴,调节神经,缓解疲劳,位置在手掌面关节横纹的中央,抱上约三指宽的中央凹陷处,助眠,调节神经,舒压,缓解疲劳,盖上胸通,心肌,倒汗,舒缓腹胀感, 以及改善投入目选的情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